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Vesting建商的一套新房子 这个房子位于Missouri City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的名字叫Sanna Plantation 我们之前很少介绍这个社区 因为这个社区在Missouri City Missouri City这个并不是一个华人买的最多的一些社区 因为这个社区的位置其实离中国城还挺近的 只有三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然后离医学中心也比较方便 所以最近这个社区开了几个蛮好的一个新房样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新房子它的价位在四十万左右 大的高条厅我背后的这种漂亮的旋转楼梯都是它的特点 当然了在我的很多视频当中都有这种元素 每一个房子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 看您喜欢哪一种的风格我们这里都有 如果您对收藏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入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先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社区 是一个我们之前介绍的不是很多的一个新房社区 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是 Westin这个建商的 建商的非常好的特点就是这个房子 很大气但是价位只有四十万左右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建商 我也有一套这个建商的房子 一进门就是大气的 哇这个门很沉就是个铁门 因为他们有Sals在说话 所以那边我就先不拍了 先拍拍左手边 这边其实也是一个书房 但是他做成办公室 然后右手边也是 他们在聊天我就先不拍了 往里走 再往右手边走呢 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客位 样本间会把客位都装饰得很花哨很好看 但实际是在忙当中可能客位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当然如果你想花钱升级也是没有问题的 客位的后面呢就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那边是通主卧的衣帽间的 然后洗衣房的再往这边走 一楼是两个卧室的 所以有一个卧室是藏在了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客卧的床都是用Queen的床 所以客卧的面积就可想而知 还是比较大的 客卧这边有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的面积也是很舒服的 就比较适合如果说有父母一起住的家庭 然后老人也不用上楼了 这样的话小孩可以上楼睡 所以很多家里人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和设计 我都会把我觉得非常好的这种设计的风格推荐给大家 包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用绿色 浅绿色调调的一种装饰 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又不太一样 大的旋转楼梯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面圆圆的吊顶 整体的感觉都是很漂亮的 特别是从另外一面看的话更好看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到了它漂亮的客厅了 今天我来拍这个房子其实阴天的 但是时间其实不好凑 正好很有空的时候阴天 如果我怕再拖两天拖延症又犯了 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给大家拍视频了 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很美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点 就是这个大理石 你看这个大理石是从大理石台面 一直做到边角处的 像这种设计是最近比较新的 还有一种设计呢就是这个厨房的跳色 你看上面是前灰色的 下面是深灰色的橱棍 这种厨房跳色都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新房设计 这是一个主餐厅 因为院子不具有代表性 您选的院子一定会是到时候 就您选的地是什么样子 院子才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院子我就先不带大家看了 进去之前 进这个主卧之前的门口是有一个 一个储藏间的 你看这个房子所有的门都是八尺的高门 我现在就进了漂亮的客厅了 哇 我正好来拍房子 阴霾散去了 阳光照进里面了 好美哦 这样子感觉 好 我们来看她漂亮的洗手间 分了男女衣帽间 这是其中一个衣帽间 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面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衣帽间咯 马桶间 浴缸 里面是淋浴间 淋浴间的右手边 还有一个衣帽间 然后从这个衣帽间出去 就到了洗衣房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位置了 好 现在我们去楼上看看 到二楼 到二楼 二楼呢分左右两边 我们先到右手边看看 你看这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旁边呢是一个套间 这个就是套间的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旁边是有一个房间的 这个洗手间在这儿是开了一个门的 这样的话如果您不想从套 如果您不想让这个洗手间变成功用的 就直接把门锁起来就好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家里不来什么人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 锁不锁得起来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的里面加装了一个小吧台 好小子哦 这个小设计好哎 没事了晚上跟老公对着两倍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卧室的位置 楼上的另外的两个卧室 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卧室 两个卧室共用了这一个洗手间 我们先进来看看 其实这个卧室并不大 看起来大是因为 这一面是镜子哦 这是镜子 把它做成健身房了 就不是很大的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开了一个门 这个门呢是能进洗手间的 还是同样的 你看 这个 一个门 两个门 三个门 这个洗手间有三个门 那我们就从这个边 走过来有一个台面 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了 我们从这出来 看 刚才我们从那个卧室进去的 就这样一个设计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房子了 如果你对修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位置在哪里吧 这个社区 它离 中国城的距离比较方便 三十几分钟就到了 因为它是紧挨着 Sherland 也就是唐城 这个华人区的 还有 它如果离医学中心的距离的话 也差不多就是 二十至三十分钟左右的距离 它离我们经常逛街的市中心 最大的商场 Galaria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这个距离 好 请不吝点赞